中華民國新聞媒體自律協會主辦優質新聞獎得獎名單揭曉 中央通訊社以芬蘭台裔伊納巡青記獲得平業媒體類及時新聞獎的肯定 好的新聞需要被看見 這次中央社的專題新聞能夠獲得得獎 那麼也要感謝整個在幕後的薰人高手 至少在三個芬蘭台裔的青年當中 有一個柯妮能夠找到她的媽媽 後續我們也才繼續努力 這也是我們的媒體善盡之責 謝謝 中央社駐歐洲特派員曾一璇三月透過專訪 報導三位從小被出養到芬蘭的台裔華人 期盼尋找台灣的原生家庭 報導披露後立刻引起其他台灣媒體和社會廣泛關注 警政單位積極尋人 在一個多月後為其中一位當事人找到親生母親 中央社在一系列相關報導中還原30多年前 台灣一宗跨國泛英事件的時空背景 從新聞發掘 問題檢視到成功尋清 及時向社會傳揚了光明的故事 善盡國家通訊社的義務和責任 近年新聞的媒體的那個走向 就是越來越偏向比較偏激或是三色星的一個取向 這個新聞在現在這個社會氛圍下 其實被重視的機會有可能變少 那我們中央社身為國家通訊社的話 針對這個主題來做一個深入特別是追蹤的報導 然後讓 而且最終也讓這結果獲得一個很圓滿 讓當事人找到他的親人 那我覺得這個獎讓我們國家通訊社來講 來拿的話會特別的有意義 主辦單位表示今年優質新聞獎 共有48件平面廣播和電子媒體的作品報名 劍數雖然較往年少 內容品質顯著提升 鼓勵新聞媒體持續關注婦女兒少 和家暴性侵害等相關議題 在兼顧保護當事人 相識查證報導的同時 發揮大眾傳媒教育大眾的角色 中央社記者張志燕 王一文 台北報導